在上期故事中 Steam在与大块头维德进行了多次的较量后 不但无法从对手手中重夺WCW重量级冠军荣誉 还被这450磅的大块头压了个重伤 最后维德还是敌不过狡猾的弗莱尔 让重新回归后的白毛 戴上了那金光闪闪的冠军腰带 而Steam也不计前嫌 为弗莱尔送来了胜利的祝福 之后两人的关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你好 欢迎收看绿眼睛频道 今天眼睛兄将为大家带来 魔械大帝Steam的传奇故事第五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睛兄的动力 失去一切后的Steam开始重新出发 在94年中期Steam在成功赢下RickRu后 夺得WCW周际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但却在不久后便将此荣誉输回给了Ru 然而由于Ru在比赛期间 使用冠军腰带袭击了Steam 主办方决定撤回Ru的冠军资格 并将冠军荣誉归还给Steam 但Steam为了弥补Ru 因两人的比赛造成的背部伤病 拒绝接受这项荣誉 并将其控制 而为了让自己能名正言顺 成为WCW周际世界重量级冠军 Steam将在接下来的Slambole主赛场 再次以死对头为得进行比赛 争夺此项荣誉 很快的来到了94年Slambole主赛场 再次面对这450磅大块头的Steam 依旧被打得难以招架 Steam多次的攻击都难以动摇 维德的身躯 眼看比赛将毫无悬念的时候 一切都在Steam误伤裁判后产生了变化 就在Steam失误扑向裁判后 维德立刻一手夹在Steam的喉肩上 以一记锁喉摔 狠狠将其摔下 并压制Steam等待裁判的毒秒 但此时裁判正处于醉身梦死的状态 根本无暇理会维德的压制 就在这时 经纪人哈雷便自告奋勇拿起了铁蚁 果然是最强武器 没想到铁蚁在WCW也如此的受到重视 好 维德也很配合的将Steam抱起 准备接受铁蚁的加持 但就在哈雷砸架铁蚁的那一刻 Steam突然闪避 铁蚁击中了维德 随后Steam立即补上一招DDT 但还是无法赢下这450磅的大块头 就在Steam使出大招Steamers Press时 却被维德破解并直接摔下 正当维德准备压制Steam完成比赛的时候 经纪人哈雷认为 维德应该以一招Bit Van Class 来为比赛花下完美的句号 而就在维德从擂台最高处飞扑而下的时候 Steam再次闪避了维德的大招 令维德为自己的飞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那猪一般的经纪人哈雷又再次干预比赛 竟然想以一招自杀式头锤扑向Steam 结果却偷击不成18米 击中了维德 就这样Steam在哈雷的助攻下 再次成为WCW洲际世界重量级冠军 在随后的Class Auto Champion主赛场 Steam迎来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比赛之一 当时公司为了让WCW冠军得到统一 决定将世界重量级冠军 以及洲际世界重量级冠军合并 并由两项容易持有者 弗莱尔和Steam进行对决 而在两人的比赛开始前 一位戴着面具的大美女来到了现场 哦 原来是雪莉姐姐 美丽耀艳的雪莉不但盛装打扮 还画了一张与Steam一模一样的大花脸 看来雪莉是来支持Steam的 好 在两人的对决中 Steam可说是占尽上风 不停地使出各种招式让白毛吃不消 而弗莱尔的进攻 对已经拥有越打越精神超能力的Steam而言 简直就是无关痛痒 甚至在被弗莱尔高高举取摔下后 还能立刻站立了起来 令对手难以置信 但就在一次Steam从擂台上 扑向台下弗莱尔的时候 却意外地撞上了雪莉姐姐 Steam也为此深感愧疚 并忘记了眼镜胸给亦的劝告 看见美女一定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果然没错 就在Steam深情款款地慰问着雪莉的时候 狡猾的弗莱尔立即从背部卷起对手 并成功完成独秒 成为这次重大赛事的最终获胜者 而此时的雪莉 简直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看见Steam已经大肆已去后 便立刻转向支持新任WCW冠军弗莱尔 不但如此狠毒的雪莉还与弗莱尔合作 对Steam尽情的伺候一番 幸好此时来自WWF的Hole Hogan 及时出现 弗莱尔与雪莉才立刻逃之夭夭 在接下来的95年Great American Bus主赛场 Steam将以来自汤家的选手Main 进行一场WCW美国冠军腰带争夺战 在经过一场艰辛的苦战后 最终Steam在一招DDT后成功赢下对手Main 成为WCW美国冠军 随后Steam便再接再厉 准备挑战老对手弗莱尔腰间上的 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就在同年WCW举办的第一次Minday Night Run赛事上 Steam与弗莱尔进行了一场对决 以赛中弗莱尔对Steam的进攻显得难以招架 在多次赤下Steam的大招后 只能默默的跪地求劳 而Steam却是越打越起劲 越打越精神 几乎将眼前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当成了人肉沙包 但就在这时却杀出了一个陈咬金 这时前士骑士成员安德森来到了现场 并登上了擂台 袭击了弗莱尔 这也导致裁判宣布比赛无效 Steam也自然失去了那即将到手的重量级冠军荣誉 但奇怪的是 安德森为何选择袭击弗莱尔而不是Steam呢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争执 就在这起袭击事件不久后 弗莱尔便独自迎战了安德森与Brian Pughman两人 而就在弗莱尔被两人折磨得快惨不忍睹的时候 Steam突然来到了现场 并与弗莱尔站在了同一阵线 不但如此还以一己之力 将安德森和Brian Pughman两人打得落花流水 之后为了了结弗莱尔与两人之间的恩怨 白毛邀请的Steam与自己合作 在即将到来的万圣节赛场上 与两人进行一场对决 但诡异的是 就在比赛即将开始前 弗莱尔便再次遭到了袭击 无法及时参加比赛 这也使得Steam必须长时间独自一人 面对安德森以及Brian Pughman的挑战 就在Steam打得疲惫不堪的时候 此时弗莱尔才三三来迟 但这也就算了 更过分的是 弗莱尔竟然倒戈相向 对Steam动起了手 原来这一切都是弗莱尔的计划 自己和安德森根本就是一伙的 两人在Monday Night Turn上所做的一切 为的就是要让Steam落入自己的圈套 以保住腰间上的世界重量级冠军腰带 可怜的Steam就这样再次被狡猾的弗莱尔给懵了 当然吃了亏的Steam并不会就此罢休 就在随后的Monday Night Turn赛场上 两人又再次进行了对决 最后Steam以索计Scorpion Deadlock 将弗莱尔牢牢锁紧 并让对手痛得拍板囚牢 但就在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后 一心复仇的Steam依旧不肯松手 势必要让弗莱尔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最终在好友Luga出面劝说后 Steam才勉为其难放过了弗莱尔 并离开了赛场 为了能与弗莱尔以及四骑士持续的对抗 Steam以Hawken和萨维奇展开了结盟 并在95年世界大战3赛场上 再次与弗莱尔进行了比赛 而这次的比赛可说是让Steam打得极为痛快 在以多个大招将弗莱尔之后的服服帖帖后 Steam再给白毛连续献上了Superplex 以及Scorpion Deadlock 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 这次的比赛后 两人的斗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而在这一年里 Steam是不过得不太顺利 不但无法夺下WCW中央级冠军荣誉 还在帮助了弗莱尔后 换来了对方的再次背叛 虽然之后也已经成功复仇 但就在以弗莱尔的比赛结束不久后 自己好不容易打败Main所赢下的美国冠军腰带 却在以来自新日本的选手左左幕的比赛中 输给了对方 再次两手空空的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好了 在影片结束之前 就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的绿色彩蛋吧 在这一整年里 Steam除了专注于与弗莱尔的对抗以外 还在4BRO主赛场 连同霍根 沙维奇 以及路克组成了一支战队 以WCW另一支极为邪恶的团队 The Dungeon of Doom 进行了一场Wall Game比赛 而The Dungeon of Doom 团队成员包括 卡玛拉 Zodia 大白鲨 以及Main 比赛最后由霍根成功将Zodia祈福 为团队赢下了胜利 而另一边弗莱尔在成功陷害了Steam之后 便重新组织起了四骑士 团队成员除了自己 安德森 以及Brian Pillman以外 第四位成员 则由克里斯班瓦补上 而这一支全新的四骑士 又是否会与Steam再次展开斗争呢 眼镜兄将会在接下来的影片里 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对Steam的职业生涯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